剛剛親黃有說 日本人 中國人在日本蓋別墅 說他們土豪撒幣 然後買光北海道的別墅 二零一零年建商投入了日幣 然後在新千歲機場附近 車程十五分鐘的新城 打造了豪宅別墅 只賣中國人 而且架設衛星設備 可以觀看中國節目開賣 立刻賣光光 建商思維智慧 又買下附近大片土地 打算再蓋一千棟別墅 最多可以容納一萬中國人入住 但被當地居民反對 後來計畫喊卡 那人我也不認識 對不對 然後說中國富豪不住別墅 還嗆日本人說 那你們不准經過 中國客人從發放簽證寬鬆的沖繩路徑 觀光簽證可以延到九十天 然後從沖繩到北海道去找土地 並在當地設立法人 只要有五百萬日幣資本 跟兩個以上的員工 就可以得到中長局居留的經營管理 簽證 居留滿十年 就很容易改成永久居留權 這是外國人不跟日本人結婚 也能取得日本永久居留權的途徑 來 方老師 我們知道北海道人口外移很嚴重 那中國人去那邊投資 買房子各種不可能投資 而且冬天那麼冷 也不適合居住 這些買賣 包含這些所謂的這些什麼建商也好 或者仲介也好 或者跟來買的房子這些富豪也好 全部都是假的 假的 全部都是政府要他們扮演 你扮演這個中間商 但他們一開始會透過華僑 當地的華僑 還有中國的這些僑務的體系動員 因為華僑在那邊很熟嘛 日文也流利嘛 透過當地的僑領去街頭 然後這些也是跟中國統戰部合在一起 然後由這些所謂的大盤商來去 然後再找這些富有人來 這些人也都是被驅使的 那些房子裡面 到時候可能也不是這些富商來住 是國家派人去那邊住 為什麼北海道我們看到人那麼少 但是什麼多 基地多 為什麼他距離俄羅斯 距離北韓都近 我們知道日本跟俄羅斯最大的矛盾是什麼 北方四島 就是國後涉丹 折桌跟池武這四島 這四島剛好就在北海道跟千島群島中間 千島群島再上去叫勘察家半島 是俄羅斯一個非常重要的基地 另外跟西伯利亞哥的海 另外跟北韓也接近 那中國我們不要以為他跟俄羅斯關係很好 中國當然沒有錯 一九四九年中共的建政是俄羅斯 蘇聯提供的 可是我們不要忘記一九五八年 毛澤東跟赫魯雪夫徹底翻臉 一直到一九八九年 戈巴西夫當時來北京訪問 才結束了長達三十一年的一個鬥爭 而且中國跟俄羅斯的關係 永遠是表面上看起來很親民 那是因為俄羅斯這幾年 因為他這個有一些領土的問題 他被七方國家所制裁 所以他跟中國走在一起 那中國因為也不斷地擴老礁 所以雙方面因為都被國際間所指責 所以走在一起 但是他們的矛盾是很深的 所以我認為中國去買北海道的目的 你怎麼知道他這裡面 在這個基地裡面 他的房子裡面沒有裝一些什麼偵測的設備 甚至我可以去干擾像潛稅這個空軍基地 我可以搜索他的生坡 大家記得嗎 最近中國跟印度 中國用了所謂的生坡跟微波武器 無聲無影 讓這些印度的軍隊 第一個頭痛剧烈 然後生坡會干擾他的神經 然後他整個人嘔吐 然後晚上睡不了覺 第二天早上精神無精打采 根本不能打仗 這種生坡武器 這種微波武器 你完全不知道 他可以分散帶進去 如果我今天在日本的 這個千歲空軍基地 我用這個生坡 你整個軍隊癱瘓掉了 那日本知不知道說 他們來買的都是假的 日本當然知道 所以才要禁止 你說中國哪一個商人跟政府沒有關係 哪一個企業跟黨委也沒有關係 我就用一種很靈散的方式 假扮你是富商去買 劃零為整 到最後這個地方就變成我中國特區 剛剛講過連北海道人都不能進去 那變成我一個中國的特區 對國中之國 這個地方對於日本的國安來講 對於美國來講 對於俄羅斯一樣 都是很大的威脅 所以我覺得現在北海道 日本這個中國人去北海道 絕對不是為了白色戀人 大家不要不要不要言 那麼簡單 就是為了軍事上的目的 還有未來他那個地方 可以作為前置日本的 很重要的一個工具 不過剛剛那個辦法講的沒有錯 就是說現在日 現在中國大景入侵北海道 我覺得是時髓之位 可是一開始就剛剛瑞德哥講的 一開始為什麼那個二零一零年 開始賣別墅 那個《非城霧人》那部電影 在中國賣得太好你知道嗎 那電影在北海道拍的 那去的地方 我們都去過 洞野湖 然後那個招入師緣 然後那個什麼什麼什麼教堂 有的沒的 很漂亮 結果大量的中國觀光客去 可是去日本人就不教於中國觀光客 中國一開始覺得不爽 那土豪說我去旅遊 乾脆我自己買 旅遊到最後自己買下來 所以一開始確實是這樣 那日本在所謂的外國人土地法 還有一個叫外國人土地法 可是規範非常非常的寬鬆 我有朋友是臺灣人 他本來在上海做生意 是做高爾夫球的 做得也不得做 走去北海道做什麼 專門買賣高爾夫球場 賣高爾夫球場 賣給誰 賣給大陸的土豪 有一次看 你有沒有知道臺灣的老闆 他要賣一個兩億日幣 然後三十六棟 那個是一半是可以打高爾夫球 一半是古堡 冬天他變滑雪盛 三十六棟才兩億日幣 他說很多是北海道 很多球場是不良資產 那你覺得你匪夷所思的情況 兩億日幣換老師也有啊 可能有啊 那時候我們要問老師要不要買 那個情花區大量都 我們都還沒開口問 大量的中國的土豪就開始買 那個我印象很深刻 那個真的很漂亮 它是一個古堡 然後一邊是球場 冬天滑雪夏天打球 對 剛才講就在新鮮碎機場 開車出去十分鐘就到 他標榜你落回去才開始打球 這種的附件很多 一開始買 我覺得土豪們買到實隨之位 買到整個這個 這個從薩波羅開始 往外整個開始買 開始一路買買買 然後土豪買了之後 我覺得就如黃帆老師所提到的 中國官方覺得可以上下其手 所以開始也介入 而且他們這種買賣 不是只有買球場 他們都做到什麼程度 剛剛瑞德哥有教訓 他做到我現在去 我不可能一天到我那邊打球 那我要 我怎麼辦 我只好招待我大陸來的客人 所以他就開始找日本員工 兩個日本員工 我就可以開一個公司 我朋友也這樣做 兩個日員工 你就註冊一家公司 你開始就是申請日本居留權 你兩個公司就開始找什麼 找中國在那邊留學生 然後結合當地的什麼遊覽車 然後開始自己買民宿 自己買飯店 所以為什麼新野杜亞村 又被買下來 變成一條龍 這就是一條龍 所以雞馬愛坦 政治軍事的掠奪也都要去catch 這樣一條龍的過程 你發現北海道那裡變中國人的 剛剛講到一條龍才是真正的問題 為什麼呢 本來一開始的時候北海道地方的人士認為說 你一年有三個月都在雪裡面嘛對不對 那你賺不到錢啊 那你可以增加 真正能打球的只有半年 對 那因為太冷 然後那個還有包括雪 那個太厚了 你知道嗎 連稅金也扣不到 為什麼 全部都是用支付寶 你知道嗎 對 銀年卡跟支付寶 那日本人不是說沒遭稅 但是問題是日本人比較守規矩 因為他從小的制度就守規矩啊 他去了以後 你剛剛包括那個白牌車的司機啦 包括很多的這個沒有導遊證的導遊啦 他們全部一條龍 所以讓你都當地的人賺不到錢之外 你連稅金閉一下 全部支付寶就過去了 然後銀年卡就過去了 所以你連買東西 買東西對不對 然後跟包括交易啦 吃東西啦 包括很多東西 日本政府自己本身也扣不到稅金 當地人也沒有辦法得到這個任何的好處 還有說來很諷刺啊 剛剛范老師在講說 其實他在很多的基地旁邊 他可以用很多軍事的東西對不對 你會疑惑說 那日本政府怎麼會讓在海關的時候 讓他過 告訴各位一件秘密 完全不需要從中國帶來 東京 因為我有在玩這個業餘無線電 那麼日本事實上是 全世界這些相關的 包括微波跟無線電的 那麼最棒的三大製造國家之一 他直接在那邊買就好了 買了以後只要有那個技術 他在裡面給你組裝對不對 我跟你說他們沒人知道 不會有人知道 那個概念像什麼 那個概念就像基地台 台灣有基地台 在外面弄一個木頭的 那個小木屋的建築一樣 裡面是基地台 藝術是一樣的 他在監控日本的這些雷達戰 還是這些空軍基地的一舉一動 你怎麼知道 泰哥 老虎這開球有多遠 他開球平均大概三百三十嘛 三百三百 我朋友去北海道打球 他說冬天的時候他開球三千幾百 他還打球 追走了 因為地上都是冰啊 那打下一桿就走很起來 而且還可以從日本海開到 敦貨刺客海 就是結冰就根本不能打 所以買球場便宜 為什麼那麼便宜 就是因為他有半年不能打 那他還特別買 都賠錢 為什麼他還要買 我們去打球他也叫我們買 台灣的觀光客去那邊打球 老闆跑出來說 你們要不要買球場 我說買哪裡 他說我們這個要賣你 我說賣多少 六千萬台幣 差不多不到兩億日幣 十八斤而已 你要三十六斤 你想一想 台北的一間房子 有時候都不值六千萬台幣 可見他都賠錢嘛 那請問賠錢你買下來幹嘛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那個買那個土地 那麼大量 不單純 張老師 好 那個千稅機場 他是一個軍民共用的機場 那千稅機場是日本在北海道 最大的空軍基地 在航空自衛隊 在那邊有一個叫第二航空團 就第二聯隊 是日本第一個配備F-35的基地 因為要訪俄羅斯 所以那個第二航空團 就是千稅機地 是日本每次接收最新的飛機 一定是先配備到那裡 所以那個中國的土豪 其實很多可能都是情報人員 這個在那附近就是觀測 這個紀錄日本F-35的動態 那就spite了 就是spite 千稅機地在一九七六年 那個時候發生過一件大事 就是蘇聯那時候最新型的戰鬥機 叫米格25 從這個俄羅斯 有一個飛行員就叛逃 就飛到日本 就直接降落在那個千稅基地 當時呢 這個日本的雷達 還沒有發現 結果等到他來的時候 日本方面大驚失射 所以後來日本把最新的雷達 愛國者飛彈 還有他的這個預警機 通通放在那個地方 所以現在這個中國在那個地方 積極的活動 其實這個想要刺探 日本的軍事機密 那是一定的 然後日本 其實北海道 因為地廣人稀 所以他也是這個 他們的這個陸上自衛隊 最大的演習場 對 這個比台灣的演習場大很多 我去北海道的時候冬天 在比較偏遠的地方 道路經過 可以看得到這個自衛隊員在架線 因為在附近那演習 還可以聽到砲聲 所以這個中國在那邊活動 他的這個用意 絕對不是說 在那邊只有做那個觀光 一條龍的生意 而是那個間諜刺探的這種 這個行為 一定是他們的目標 北海道千萬不能叫中國提議 夭壽人家種的煩賣多好吃 你敢說 煩賣用三個而已 那個加下去 那個陸裡面都撲出來 嗚嗲 沒 沒 又汁又多 不要再告發 不要再告發 那個談到這種軍事基地旁邊的這種 間諜行為 我很簡單的講一個非常有名的故事 那個是間諜的傳奇故事 就是日本要偷襲珍珠港之前 派了一個間諜到夏威夷 那個是日本派過去 名義上是一個 這個日本駐夏威夷領事館的一個書記員 急穿猛夫 然後他一去呢 他就把自己打扮成花花公子 到處玩 就是今天的土豪 到處去玩 到處去 去撒錢 可是呢 他做了好多件事情 第一個 他曾經扮演成苦力 那個潛進去美國的油庫 去幫忙搬油 然後還去翻人家的垃圾桶 第二個 他扮演成美國那個俱樂部 美國軍隊那個裡面的那個俱樂部 裡面的那個中典工 去幫你插桌子 插桌子 去幫你端端盤子 聽聽這些美軍在講些什麼 更重要的 他後來發現原來那個 這個珍珠港的這個基地 旁邊的山上 就有一間日本餐廳 他趕快把那個日本餐廳 整個包下來 後來呢 他每天在記錄 就是東京大本營 給他97個問題 拿97個問題 簡單的說 他必須知道 第一個 美軍軍艦 戰機活動的頻率跟次數 還有停泊的位置 第二個 海岸的坡度 第三個 海潮的流向 水中的障礙物 等等等等 一共是97個題目 他完完整整的都已經完成了 然後呢 回去 等於報告 所以說後面 才有偷襲珍珠港的成功 美國沒有發現這件事情 是這個人自己後來 寫了一本回憶錄 叫做潛伏夏威夷 才把他那個細節透露出來 不然美國還不知道 潛伏在夏威夷 潛伏在夏威夷 所以他就變成是 其實是各國情報界的一個 標準的傳奇典範 學習的對象 你看綜合我們剛才 我們前面幾位來賓的討論 你把它結合起來 就是說 聽起來已經不只是一個 經濟的問題 也不只是一個間諜的問題 你弄一個間諜戰 你不需要買28個 台灣大的聯合土地 哪那麼大 那是要幹什麼 聽起來倒像是武裝根據地 嗯嗯嗯嗯嗯嗯 就是說這個東西呢 你買那麼大片的土地 它會有很多種功能在裡面的 這已經超過那個 間諜滲透的範圍 它已經會 往那個破壞 這個這個我剛才說的武裝根據地的那個方向在走了 嗯嗯嗯嗯嗯 其實這個就是非常典型的 就是說你藉由我們民主國家的這種自由開放的制度 藉由我們對財產權交易權隱私權的保障 嗯嗯嗯嗯嗯英雖 但是你在幹這種事情 對 那我覺得這個 利用我們制度上的漏洞 對 還不只是日本 其實在美國是一模一樣的 嗯嗯 所以在美國啊 2019年抓到兩次 等於說美國的 而且是佛羅里達州的海軍基地 抓到了一個 中國的觀光客 不小心進去 然後呢 说他拍照被抓到有你拍什么照 在拍日出就抓到了 里面照的像 不是是这个港口设施 在这个美国的 一样维西尼亚州的 军事基地抓到 一个说他什么迷路 中国间谍迷路也是在拍照 后来在德州 这个美国的大亨 巴斯那个金融大亨 很好看巴斯 他就发推特文说 据他所知有美国的 有中国的前退休将领 在美国德州买大片的土地 而且靠近军事 德州的军事基地 所以这些事情 其实都不单纯 这个就是这个 这个董老师讲的就是这个 中国人民解放军前将领 买入两百立方 十三万英亩 相当于奥克拉荷马州 塔尔萨斯市 或半个香港的面积 两百英米才两百英米 那这个人叫孙广信 孙广信 他是跟老共很有关系的 他很有钱嘛 对 所以你会怀疑 你要搞那种间谍渗透 是一个据点就够了 要越隐蔽越好 他现在不是 他现在是大片大片的 所以我就觉得 这已经超出那个间谍所需要的 那个需求了 是 好 这是一个 那另外一个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 事实上我比较担心的 就是说 你中国去搞 这个 日本的 刚刚谈到的 北海道 最北边的北海道 最南边的 这个冲绳 那是针对日本 也是 就跟我们刚刚谈到的 针对第一岛链 但是你去搞美国的 你竟然不是搞 美国西岸的军事基地 不是 你是在搞美国东岸的 我刚刚说 佛罗里达州的军事地地 还有南部的 德州的军事基地 还有中间的维吉尼亚州 在美国国土中间 这个就更不单纯了 就是说 你不是 中共所考虑的 已经不是说 在太平洋的战争的问题 而是说 他已经把这个手 伸进了 美国的大后方 所以我觉得 这个事情 是值得美国 日本 其实所有的同盟国家 要好好深思的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 他是一步一步 刚刚讲一条龙 他先一开始 是以观光的名义 观光哥很多 然后买饭店 然后再就是富豪土豪 买房子买别墅 然后再来买球场 越买越大 然后再来就把 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 慢慢的往那边去 去打工 然后获得居留权 最后 有可能北海道会产生 中国籍的议员出来 甚至不一定是中国籍的 例如说日本不给他国籍 给你去留学 那我可以扶植 亲中的人士来担任 北海道知识 欧洲就有这种 欧洲就有这种 他当金主就有 然后你看他为什么 因为日本 你说本州 九州 台湾也有 你看日本的本州 九州四国 因为他是比较都会 中国手伸不进去 而且他成本很高 所以他专门找偏远地方 北海道是一个 人少地广人稀 很多事情也不会 新闻也不会报道 另外就是刚刚讲过的 沃琪尼瓦 也是一南一北 都是外移人口很多 本地人口很少 然后土地便宜 然后有战略价值 你光是看琉球群岛 有两个美军基地 一个是加首纳空军基地 一个是普天间空军基地 还有就是他们 在当地的陆军的基地 所以在那边买房子 就可以前置美军的基地 然后又可以前置台湾 又可以前置关岛 所以中国在 等于在日本的一南一北 他都在那边部署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的确刚刚提到 我们这小孩 而且日本的 当地的地方政府 又特别欢迎 因为他觉得 这可以增加我的投资 增加我的税收 增加我的就业 可是就像刚刚瑞德哥讲 完全被逃空 因为他到最后 一开始当地老公民众说 很好 我们有就业机会 不好意思 我那个饭店 一开始可能雇日本人 过不久你太贵了 全部中国人 留学生全部 他到非洲的一带一路 就是这样玩的 到最后那个地方 只有日本的房子 里面连厨师都是中国人 如果那里都是中国人 你要不要去观光客 我们当然不去 但是他不在乎 我靠中国观光客 我让中国观光客来养就够了 其实刚刚邓大哥讲 那个德州也是这样的状况 而且德州 当然我先更正一下 德州那个不是将领 德州那个实际是一个解放军的少校 少校 但他为什么 他为什么重要是 孙广信 他曾经在中国的富豪榜上 名列第三名 他即便到现在 他的身价还是三百亿人民币 还是他在中国的富豪榜上 排在前五十年 我们代表就穿过了 对啊 所以这样的一个人 你要想说 他为什么要到德州 去买了一个五百一十二平方公里 大的土地 他买的相当于是半个香港的大小 他去买这么大的土地面积 然后他打的名号是跟你说 我要做风力发电 奇怪 那你要做风力发电 就做风力发电 你盖了一整条机场跑道要干嘛的 那你就像那条机场跑道 你做起来 那你是为了风力发电吗 我们台湾风力发电也很多 你看哪一个在做机场跑道 没有吧 所以孙广信去做这件事情 就非常的有趣了 那孙广信这个人的背景 很好玩 我们念给大家听一下 你就会发现 听起来这个 看似很励志的故事 但背后总是有哪边听起来 你觉得怪怪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刚刚不是有讲吗 他曾经是中国的第三大富豪 他当第三大富豪的时候 你知道那当时他几岁 四十岁 而且当时号称是新疆的商业教父 那他经营事业的版图 从餐厅餐饮 从油田 从天然气 从房地产到卖汽车 全部都横跨 你想想40岁 你谁能够做中国石油的生意 做石油跟天然气的生意 没有中国官方的特许 你怎么可能去做 那你就想 这样的一个人 他如果是单纯的白手起家 谁有办法 像你这样 又有油田 又有天然气 然后有汽车可以做 而且还是军方先给你一笔订单让你做 所以他的解放军背景 跟他做生意有关系 后来人家去看 他两大靠山 第一个解放军的背景是他的靠山 第二个当时新疆的党委书记 一个叫王乐泉的 被人家称为是新疆王 而且厉害在哪里 这个王乐泉 从江泽民时代 到胡锦涛时代 然后到习近平时代 他都没有倒 而且当时他被认为他的老大 是被习近平打倒的周永康 周永康倒了 这个人没有倒 他到现在还好好的 所以你去想一件事情 这个孙广信有这么大的身价 跟这么大的背景 他为什么要到美国的德州去 去买一个半个香港大小的土地 然后说我要做风力发电 那再跟各位补充一个讯息 你刚刚你看到德州的时候 德州有美国的科技业 美国科技业不是只有在矽谷而已 德州有很多美国重要的 电力发电产业的技术在那边 德州有美国的空军基地也在那边 德州有美国要发射火箭的基地也在那边 所以对于说中国来讲 德州有很多战略价值在里面 这也是为什么人家认为说 这个孙广信 你一看就知道 有人在后面给你靠 靠到让你能够看起来变台面上 大家的人头首富这样的一个富豪 其实你就是帮中国当棋子 去实现中国想要的战略目标 不过中国这些后来赚很多钱的人 大概下场都不一定好 OK 好 那我们来关心澳洲 澳洲进行说 因为他们卖澳洲昆斯兰政府 卖了这个凯瑟克岛的租约给中国 说租九十九年 但是岛上的居民控诉说 自从卖给他们以后 生活处处受限 而且被要求三天内要打包走人 怒骂说这座岛已经变成中共的财产 不过澳洲被中国制裁之后 到目前没有屈服 那澳洲跟中国的关系会怎么发展 等一下我们来讨论 我们来看不下 我先请教张老师 你觉得澳洲会先投降 中国会投降 我认为澳洲投降的可能性不高 因为毕竟他也还是一个经济大国 他对中出口 其实对他当然经济很重要 但是不是全部 而且更重要的是澳洲人长期来 对中国已经很反感 这个反感除了像刚才讲 那个战略性买地以外 其实中国人去澳洲炒房地产 这个让澳洲本地人的房价高张 这个已经是他们非常头痛的问题 因为澳洲人 其实没有人在用现金买房子 中国人一来 第一用现金买房子 所以在雪梨在墨尔本 那个房价可以说是暴涨 这个对当地人的生活 其实就很不舒服 那第二个 现在中国人买房子 还把另外一个观念 引进澳洲 什么呢 风水 他们的风水概念非常奇怪 就是说以前这个澳洲人知道说 中国人买房子会在乎说 你这个房子要坐哪里 朝哪里 然后这个 这种风水 这个他们是了解 可是这个中国人跑到澳洲 是买区域的 比如说墨尔本 很多中国人来了 对 那么这为什么 因为中国的有一个风水大师 在澳洲华人圈非常有名 他说墨尔本 是有龙脉 所以在墨尔本买房子 最重要的 就是在那个墨尔本的 这个龙脉的 这个龙心之处 就是在墨尔本近郊 有一个区 就算一个小朋友 叫唐卡斯特 所以龙心 所以唐卡斯特房价暴涨 后来唐卡斯特很高了 他附近有个地方叫 Buck Hill 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简单讲 叫香山 香山的他们 这个风水 大家说 这是龙头 所以他整个房价又涨起来 然后呢 涨起来之后 另外一个地方叫做 那个韦佛利 韦佛利说 那个地方叫龙腹 这个澳洲人 目瞪口 龙腹 龙腹 龙的肚子 所以龙心买不到 龙头买不到 买龙的肚子 所以那个地方又暴涨 所以他那个是整个区域 说这个地方的风水 是龙头龙心 龙腹 马上那个地方 整个就暴涨 所以现在整个雪梨 墨尔本 对这个 这个中国人抢购房屋 澳洲政府担心的是战略性 像刚才讲的 买军事基地 要控制这个商务 控制交通 澳洲一般人头痛的是什么 基于中国人这种风水说 不是单一房屋 账价 整个区的房屋 说中国人来说 这个地方是龙什么 龙脉 那个地方房价就涨了 澳洲就不用住了 我觉得全世界最觉醒的 应该是澳洲 因为最痛 最痛 对不对 那会接下来会怎么发展 是 接下来就刚才问的问题 中澳之间到底澳洲 会不会先屈服妥協 我觉得难度非常高 因为澳洲本身自己经济 可以自己自主 然后第二个他这几年来 其实已经走在最前面 立了各式各样的法 还有各式各样的政策 在想办法去区隔中国人 澳洲人口 澳洲这么大 那个维多利亚省的省 它是最大省的 那个省的选举 中国的移民是可以左右 那个选举 已经可以选出 所以选出是亲中的省长 选出亲中的议员 所以你看 你看古年到现在的制裁 那个省基本上 比较少被制裁到 那我讲澳洲 刚刚前面讲那个日本的 这些买地的故事 澳洲其实感受很痛 就是听也听一个 他都知道澳洲是五眼联盟 的一个重要的据点 他在澳洲的中部 那个叫做松树谷的地方 那个地方是有他的基地 那个基地的雷达 是负责整个南半球的基地 那个基地其实 除了美国人 连澳洲人都不能进去 除非你是军方的人 可是就有那种中国的富豪 在旁边开始买地 要盖牧场 开始盖什么 就旁边的那些地 都被中国富豪买起来 那是原住民的地 跟澳洲原住民混得很好 因为给很多经济利益 那透过这种方式 后来才被澳洲政府发现 他在干什么 他透过这种方式进驻到那边 然后找中国的表面上是工人 事实上可能是工程师 可能是军人 在监视松树谷里面的一举一动 甚至可能包括你进出中树谷的那些人 是谁 长什么样子 可能都被人记起来 所以澳洲 其实这有心中的痛 从那个地方 你想怎么会有中国人 去澳洲中部那种沙漠鸟不生蛋的地方 去买地 这就是澳洲心中的痛 那这个痛 其实不只有在澳洲本土 澳洲周边也是 澳洲 其实我们知道澳洲是南泰的大国 那除了这几年很多事情之外 有一个最有名的故事就是在万纳渡 万纳渡在这里 其实在澳洲纽西兰中 再来这里第二岛 这里这个地方 红点这个地方 上面是关岛 这边是 这边是纽西兰 这边是澳洲 所以他其实处于一个关岛 澳洲 纽西兰的三角地带 他就跟我们建交过 建交过多久 2004年时候跟我们建交过七天 后来就立刻又被 七天 立刻又被中国断交了 那中国对他 你说这个东西这么重要 他就一个小岛 一个国家 结果他中国就一样的模式 一带一路 我就说我借钱给你 我帮你盖港口 帮你盖当地的机场 借钱给你 万纳渡当然很高兴 因为那时候澳洲觉得我是老大 所以以前这些小国都听我的 所以不愿意 不愿意太支持这些 中国来说我借钱给你 又帮你盖 去基庄 去公路 结果呢 万纳渡緩不起了 结果那个那个中国就说 沒關係 跟斯里兰卡一样 不然这样好不好 你万纳渡那个港口 反正我帮你盖好了 九十九年租给我 钱边行 就一样的故事 就万纳渡没有办法 因为欠人家钱 逼到这种程度 后来澳洲才发现说 不对哦 你已经亲门大户到这个 我们家前面 就澳洲才出手 说你到底欠万纳渡 你到底欠中国多少钱 不然我来帮你还这个贷款 你转向澳洲贷款 然后你转向把澳洲的贷款拿去还中国 但是港口绝对不能租借给中国 你想如果中国在这里租借了港口 军舰会不会进来 他的军事力量是不是进来 你插在哪里 你插在关岛澳洲跟纳西安中方 这不是第一岛链 你等于中国的军事力量 直接进驻第二岛链 所以你说澳洲人心中痛不痛 他不止自己痛 而且你的后花源 他都把你勤募踏 其实澳洲对台湾应该很重要 非常重要 对 因为澳洲对台湾的重要性 在于说几个部分 第一个他讲那个 我会叫南太平洋 那些岛国 澳洲 美国说叫他 你要收下去 不能叫他 但是这个事情后 澳洲跟那个 那个美国才开始在南太上面 开始去重视 所以后面 马绍尔 所罗门等等 这些国家帛琉 这些国家南太上面的一些动作 其实澳洲都紧盯着在看 这其实跟台湾就有很密切的 在外交上面的合作 我听说澳洲对这些小国 我那态度不客气 以前他们的确是 态度有点居高临下 因为他们觉得说 你们出南地 你们这些地方都是罪恶小岛 然后人口就那么少 然后经济发展又很落后 那澳洲某种程度是高高至上 所以你看前年 2019年那个 索罗门群岛跟吉里巴斯 接连跟我们断交 在断交前 澳洲是很紧张的 所以他们那个时候 他们在这两个国家 没有设大使馆 他在临时说 我们赶快要设大使馆 你们不要被中国骗 你们小心 那个时候连这个美国 美国那个时候那个谁 那个博明 那个国安会 他还亲自到这两个国家去 希望能够协助 挽留跟我们的邦交 没有用 中国砸大前去 就硬要把这两个国家给挂走 那为什么 他如果在这索罗门 或者是吉里巴斯 设军事基地 那直接就钳制了澳洲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我们现在大家都后知后觉 中国他这种无所不用其极 刚讲到这些富豪 他们都是可能都之前刚讲到好几个可能都有解放军背景 而且他们甚至会怎么样 你本来是解放军 我为了要让你漂白 我会制造力说 你出个车祸 撞死人 然后媒体都有报道 让你查了出来 真的有这个人 然后你就说 我就因此被迫退伍了 然后让你去转到其他的地方去工作 然后变成一般人 撕变成企业家 然后你再来去购买这些地方的一些土地 你以为他真的是企业家吗 你再去追溯 他其实是解放军 结果的意思是说 我觉得现在全世界担心什么 你们这些商人 这些富豪背后 其实就是中国整体的一盘棋 那因此我们觉得 现在他跟这些国家建交 什么吉里巴斯建交 这是明的来的 暗的来的也很多 所以哪一天 化暗为明的时候 很多国家都要倒霉了 因为我记得中国好像有讲过这样的话说 五眼联盟 澳洲我会把你戳瞎 那个是赵立坚 赵立坚 讲那个话多么的出炉 嚣张 好那么这个是澳洲也觉醒了 那另外一个国家很重要 这个国家叫做印度 这个两国之间对于本来说都不要开火 这样的这个禁令 似乎已经有所松动 说随时可以开枪 来我们来看一下 刚解密的那个印太文件 里面有提到印度 希望把印度培养成区域的大国 可以牵制中国 这个 那么刚刚讲的这个 包括中国故意去用那个狙击枪 解放军那个狙击枪在准备要开枪的那个画面 还有坦克啊 他现在有多种 包括15式的7型坦克 这个适合 攻打台湾 中国一定也会用15式的这个坦克 为什么呢 因为他面对一些奇区奇奇怪怪的 这个地形的时候方便 他也用在那个高原地形上面 所以他的15式坦克跟各式的坦克 现在都部署在那个地方 然后那个地方 喜马拉雅山是零下二三十度 对不对 十万大军双方集结在那个地方 十万哦 你知道吗 那个地方本来只要大概500个人 互相 了不起500个人 对峙这样就好了 现在十万大军哦 五万五万 十万大军哦 我跟你讲 如果按照 如果你要讲武器 那我很坦白告诉你 如果要讲武器跟相关的这个战斗实力的话呢 中国远高于印度 但是如果限缩在 喜马拉雅山的那一块 拉达克办公厝福那块地方的话 我跟你说 如果真的站出来 开始打仗了以后 对不对 印度只要打一个小胜仗 他就赢了 所以现在想打的人是叫印度 不想打的人叫中共 那中共不能失落 所以想尽办法把所有的武器 高端的你看歼20 都已经进驻到新疆 跟西藏的这个高原的基地嘛 那但是你不要小看印度 因为我发现包括 环球时报的总编辑 习近平 那个习福习近 跟这个 等于说 中国很多的酸民就说 嗨哦 印度阿斯安 印度不堪一打 你知道吗 根本不能打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好了 因为我在当兵的时候 当过很苦的那种特种部队啊 所以呢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为什么呢 中印上市大战已经是几十年前 印度大败 你知道吗 但是当时中国有一个很聪明的领袖 叫做毛泽东 打胜仗要后退 为什么 以退为进 你知道吗 我打胜仗 我打胜仗 印度又 我还后退 但这次习近平不是 习近平现在为了争尺寸之地 宁可前进 食不死 也不忘 也绝不后退 半步生 你知道吗 所以在如此的民族主义的情况之下 印度已经为了等这一刻 他已经准备了几十年 他所有的坦克 所有的车子里面的油 全部都是特制的 可以供零下四十度都可以用 他的包括 他的步枪的子弹 这里面的弹头 全部都是特制的 你知道吗 那所以呢 你有 中共有 从俄罗斯来的S400防空飞弹 他也有啊 然后呢 包括各式 你有歼20 你有这个等于说 歼10歼11 他也有各式的 法国的飙风战机 跟所有的一切 这个地方很小 所以你真的要大型的战争 几率不大 但问题是 如果你小型的冲突爆发的话 我跟你讲 你知道吗 当印度在帐篷里面 对不对 当他们弄了冰爪 冰斧 然后在冰地里面训练的时候 你知道解放军的 大内宣誓是什么 说他们的部队 在他们盖好的 大概半固定式的 这个营房里面 享受的摄氏 15度的温度 恒温 每天可以洗热水澡 我问你 零下三四十度 外面是零下三四十度的战场 你在里面每天15度 还可以洗热水澡 可以吃火锅 对不对 过年的时候热腾腾的火锅 现在突然要战争 我问你 你有没有本事在外面 那个环境下撑三天 这样就好了 你就知道 现在中印边界最不想打的人 其实叫中共 好 这个来宾要补充 不过我们等一下回来 请大家看一下 因为本来解放军很会宣传 那后来这一张照片公布出来 他们才说 我们的解放军是住这种环境 请大家看一下 这是中国的党旗 然后这个解放军 是睡在这种土坑里面 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讨论 来先休息 进广告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是说中国军方 不断的宣传 他们在边境有新的装备 解放军对治前线的营地 日前首度曝光 说简陋的条件 让中国的网友傻眼 因为中国的央视的军事频道 在去年十一月十九 援引印度媒体的报道 曝光了印度边境部队营地的画面 当时中国评论说 央视军事发布的运金边境部队营地 画面来看 运金的营房是比中国简陋的 建筑材料担保 营房室内用隔板隔厨小单间 配置有简易的单人床跟柜子 而所谓的供暖设备 似乎是烧煤的炉子 还有烟囱通往室外 可是亲中的华文媒体 叫多维新闻报道 这张照片首次曝光解放军 对治前线的简易营地 有彩色布条遮盖在这边 彩色布条遮盖 上面还有一面中共党籍在这里 其中有五个士兵 席地而睡在这里 一旁有一个取暖炉 取暖炉应该是这个 然后这个士兵睡在这里 那看到这张照片说 这个中国不少网友大吃一惊 原来是睡这样 汪老师要补充 没有错 讲中印的问题上面 这刚好也是这段时间 刚刚讲你看说中国在这个 跟印度的对峙上面 内宣做的多么的成功 被拚死命在做 这个我待会再来补充一下 但是没有错 实在是太冷 一月份的时候冷到什么 冷到本来讲说五万大军对峙 因为中国在一月中旬就宣布说 对不起我一万撤回来 因为太冷 太冷了 转禁 对 转禁 可是很好玩的是什么 很好玩的是中国在这种 所谓跟中印对峙上面 他要的是一个宣传 说他没有退让 没有退却 他其实不想也不敢跟印度打 可是他怎么做内宣 这有那个在一个中国最高的兵营 在559 他们叫5592 叫海拔五千五百九十二公尺 很高的 差不多零下三十度的地方 真的有得高的 结果他们发出了 那个请站书 写什么 他也就是说 他就高喊说我请站 然后我要把我的这个鲜血 撒在祖国的戒碑上面 而且不止一个 各式各样的各式各样的 这种请站书都有 那内容上面都大概是这种 慷慨激昂的文字 譬如说你看这就提到说 都很像以前在成功里面 对对对 我这个我这个脚下踩的土地 谁不想跟家人团聚 但是我为了守护这个国界 我愿意 我愿意牺牲 我请站 听起来像是拿海血书了 奇怪 5592的请站书 你这么高这么冷 一月份你要请在书 而且在央视在在这个各大的人民日报 这种媒体上面就播出来 你到底是内宣还是真的要跟印度打仗 其实就你知道他们的宣传工作做得很好 就是说在那个4000公尺中印边界那个地方 即便是夏天都是零下十度 而且我们想想看就用我们台湾做例子 我们台湾玉山就好 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 你那些高山 你什么地方可以走坦克 我就问这么一句话 不可能啊 那不可能的 所以他刚才过来 那个轻型坦克 你大概勉强的 大概到2000公尺 你已经很吃力了 或是说 你可能在几个基地 就是说高山上 你只能去把那个大炮拆开来 慢慢的分段 驮上去 挖几个大炮的基地 那个可能 可是你说有这么一个 什么坦克的战场 不太可能 我们3000公尺就不可能了 更何况那个是4000公尺 所以说在那个前线 它的确是 等于是说徒手 那是最重要 还有谁能够耐寒 它就变成是重点 那我也相信 其实这个时候的 这个中共 他绝对不想 跟印度有发生一场战争 为什么 这跟习近平的这个 他的政治日程有关 其实包括日本 包括台湾 包括南海 包括印度 都是一样 道理非常简单 再过两年 2022年 就是习近平要 称帝 称帝的原年 在这段期限 这两年 他绝对不会说 有任何的意外 大的意外 打断他这个称帝的过程 他一定是希望稳定 而且明年是中共建党100年 他要热烈的庆祝这个建党 然后来迎接后年习近平 在中共二十大 能够顺利连任 所以这两年 我必须要讲 是台海最安全的时候 四海生平的时候 因为印度打仗 印度中国只能赢不能输 他连一个小输都不行 而且不好意思 打断一下 那个为什么呢 你知道吗 中共解放军 现在在喜马拉雅山 这个零下三十度的 拉达克这个地方 最需要注意的是 不要迷路 去年到今年 已经两次了 阿兵他出来 就找不到路 被印度人俘虑 就直接被俘虑 然后还要叫人家 把人送回来 因为迷路 所以你 那里没有什么 忠孝东路四段 没有 没有那个路牌 而且因为前两天 就是中印之间 就是我们说 前一阵子紧张的时候 就紧张说 这个刚好就有个阿兵哥迷路 那因为那个地方 刮风雪 那迷路的时候 你要想说 这个在印度方面解释 印度有一定有媒体解释说 这个人被我们俘虏了 印度这个媒体说 这有一个中国籍士兵 被我们俘虏 新闻一出来之后 你是中国还得了 这面子问题 所以这个面子问题 后来是谁出来定调 是胡锡进赶快出来定调 说他已确认说 有一个士兵呢 是在这个印度的手上 但不确定他的状况 然后后面很多人 赶快帮他补充说 他是因为迷路的关系 绝对不是因为印度 故意把人家抓走 那为什么要这样讲 因为如果说是印度 故意把人家抓走 你还是让他这个 抓成功的话 那两边就真的要冲突了吗 你看 电子问题就要打下去啊 结果你知道到 就是后来的隔几天的新闻 变成什么吗 中国的官媒新闻 马上还得另外一车 前面是说这个印度把士兵还给我们 你看果然共产党很伟大 后面那一篇叫做这个 印度敢跟中国开战吗 只要几分钟时间 解放军就可以踩平他们 你会发现中国的官媒 在带内宣的风向 带得非常的快 非常有趣 而且我们刚才看那个是 中解放军的国防部新闻局局长 今天发言人叫吴谦 平常是 我觉得他还蛮谦和的 讲的也蛮白白净净的 刚才讲到印度好像那个北韩的李春姬上身 很凶啊对不对 这就是什么 就北韩一样嘛 装样子 紫老虎 很大声 所以基本上他就不想打 可是他要表现出一副很强硬的样子 嘴巴要硬 所以我们看到说现在刚刚讲过 你看前面那个电视 他们不是那个新兵要去北韩 去西藏 掉眼泪痛苦流苦 那个影片出来 真的是天寒地冻啊 这一张 对啊 你看中国现在这个小孩朋友都是怎么样 都是宝贝孙子啊 他们不管再什么穷困 都是六个人养一个 爸爸妈妈 阿公阿嬷 外公外婆 都是六个人养 所以说你看在这个情况下 他是宝啊 所以他们怎么可能去前线啊 另外印度的军人现在在第一线的都是西藏人 都是达赖喇嘛 他们那一批从德兰加沙 流亡政府的年轻人 他们在高山上根本毫无高山镇嘛 所以中国的解放军反而是从什么福建调来的 沿海调来的 一上去就是高山镇 高山镇很可怕 我之前去过那个长白山那个高山镇 上去整个人根本呼吸急促 连走两步都走不到 看到路在那边走不到那个地方 然后整个血压都上来 那个不是说我可以靠意志力可以撑下去的 所以我觉得 你是你不够力啊 人家中国解放军可以把他踩平 可能有吃特殊的人生 所以那个包括福建厦门的那个阿兵哥 有没有 请櫻上去的啊 这是真的 我们不要笑他 为什么 就跟那个范老师讲的一样 他在站岗的时候 站一站站一站突然间整个人 就倒下去了 这个就叫高山镇高原反应 我跟你讲不是你呼吸急促 不是你倒汗这样而已 你还会呕吐恶心 然后最主要是你的头 就好像有个那个金箍咒 就弄到孙悟空的头上一样 你整个人被绑住了 然后很痛苦 我问你这样怎么跟人家 一天到晚如履平地的 这个相关的印度的藏人啊 这个部队呢 那么去相提并论呢 而且他们平常就在这个地方准备 我讲白了啦 为什么印度会用这些藏人 他恨你解放军已经恨你几十年了 所以呢用他们那种是不一样 打仗打的是一个士气 打的是一个自己本身的毅力 加拿大现在也很反中 除了这个中国想要买 加拿大的金矿 加拿大否决之外 加拿大的总理出来说 号召全球要团结对抗中国 来我们来看不下 华为的老板 那他的女儿这个孟晚舟 现在还好像还没有释放嘛 对那中国抓了加拿大的外交官跟一个商人 现在两国在对峙当中 那再请教王老师 你觉得接下来会怎么发展 是加拿大基本上也认清了中国的本质 如果这个讲南半球是澳洲 北半球就是加拿大 为什么 因为南半球中国当年移民最多 然后整个资金进入最多 然后透过想要透过这个澳洲来钳制整个南太 对北半球来讲 加拿大中国的移民最多 钱进去最多 孔子学院盖最多 所以也是大量的移到加拿大 为什么 往北有北极 往南可以有美国 所以他其实加拿大对中国来讲 也变成一个很宽松 可以进入的一个地域 可是加拿大现在也觉醒 要问到呢 你要买我的金矿 结果我的矿产都被你买光了之后 那怎么办 那也发现不对 你的孔子学院 你的移民不断的来 结果我的整个政治也被你干预 被你影响 所以你看这个新的加拿大总理 这个年轻的那个鲁道夫 他对中国的强硬的态度 不输在澳洲 那所以这个情况之下 你会看到说 事实上加拿大虽然 他不是说好像印太同盟的一环 可是他事实上跟美国的整个战略 是齐头并进在走 特别在北极的问题上面 我的整个政治也被你干预 被你影响 所以你看这个新的加拿大总理 这个年轻的那个鲁道夫 他对中国的强硬的态度 不输在澳洲 那所以这个情况之下 你会看到说 事实上加拿大虽然 他不是说好像印太同盟的一环 可是他事实上跟美国的整个战略 也是齐头并进在走 特别在北极的问题上面 我觉得这次金矿 表面上是矿产 事实上后面是刚刚那个比赛讲到 他是北极的问题 因为你看到中国想要燃殖北极 对 前面青凰有讲过 北极的重要在哪里 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北极航道 你如果中国北边过去冰上丝绸之路 时间走南边减少一半 你同样到欧洲去 时间减少一半 钱就减少了 第二对来说外勤松 没有马六甲海峡 不用看美国脸色 不用经过印度洋 不用看印度脸色 你如果北边洋过一个加拿大 一个俄罗斯 他基本上他觉得相对而言 战略上压力小非常多 然后北极还有第三个就是他的矿产很多 石油也天然气 也稀土都非常的非常的丰富 如果先一北极是无主地 先战先赢 就跟南海一样 所以人家都怀疑说 中国是不是在复制南海战略 要在北极再来搞一次 这个其实就让加拿大非常非常的忧心 那张老师你看孟晚舟什么时候放 孟晚舟大概很难放 可能要行满才会放 竟然没有判刑 还没出来 现在还没有宣判 还没有定验 因为孟晚舟其实在这个 我那是玩手夾当 目前这个得到的讯息是 他对于对他的控诉 有些是认罪 那既然认罪就一定会有刑期 那这个当时呢 这个其实他说 这个交保改电子脚料 就是拘禁在家 其实就代表他对某些控诉是认罪 你已经认罪 所以你就没有拖逃的必要 就是对这几项你已经OK 所以才让你等于交保一样 所以这个目前看来孟晚舟 恐怕接下来会是中国跟加拿大 甚至美国 未来的外交的一个重点 就是这个孟晚舟到底